1956年秋天的一个清晨 家住阿城城南外的一户培兴村民 照例在古城外荒废的城墙上拾起城砖 当时没有人知道 这座规模宏大的古城一直是何来历 加上当时是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 阿城城南附近的各大小村庄 在缺乏建造房屋修建围墙的材料时 都会想到这座古城墙所遗留的城砖 此时城墙边面上的城砖 早已经被收拾得干净 裴大爷抡起锄头准备在夯土城里寻找一番 希望能够找到嵌入土层中的城砖 好去修气自家的围墙 跑着跑着 锄头好像被什么硬物卡住 裴大爷无论如何也拔不出锄头 无奈他只好去用手剥开夯土 这一剥不要紧 只见这黑棕色的夯土层里 竟然剥出了一尊像铜器一样的物件 裴大爷立刻好奇起来 他小心翼翼的继续挖着 终于一座高约二十公分四斤重的一尊青铜雕像被挖了出来 裴大爷赶紧把这尊雕像搬回家 在自家的院内仔细的端详起来 只见这尊雕像好似一条龙 裴大爷越看越喜爱 但又怕别人知道他挖到宝贝的事 于是就把这尊龙形雕像放在了库房里 结果这一放就给忘了 时间来到1962年前后的某一年 此时的金上京遗址已经被证实 在城墙内有一些地标处也已经被钉上了文宝贝 只不过还没有被考古挖掘 听闻这个消息的裴大爷 猛的想起几年前在城墙挖到的雕像 他赶紧从库房里拿出来 仔细端详着 想着这尊雕像能否跟那古城遗址有所关联 这次裴大爷把这尊雕像摆在了自家的窗台 每日把文关上 那神情好似能在这尊雕像的眉宇间 看出什么端倪一样 谁料自从这雕像摆到了窗台后 裴大爷每夜总能传来诡异的鸣叫声 裴大爷文成找了好几天 这才敢确认这尊怪声 竟是从这尊雕像的口里发出来的 一连几天怪异的现象让裴大爷整宿睡不着 最终裴大爷鼓起勇气把这尊雕像 交给了阿城文物局 文物局仔细观察了这尊雕像 一时间也没有敢确认 这塑造的到底是什么动物 说它是龙 但以往的考古发掘龙都是翱翔或者盘旋形状的龙 而这尊同雕动物却是一副坐立的姿势 文物局当时草率的认为这个雕像是假的 但为了表扬裴大爷对于文物保护的积极态度 还是给予了十块钱鼓励表扬裴大爷上交文物的行为 至于雕像便把它放在了局里的库房 直到几年后 黑龙江省里的专家来到阿城 在考察资料时发现了这尊雕像 其独特的造型立刻引起了省级专家的重视 最终经过省级专家长时间的考察 询问和探索终于得出结论 这尊雕像是来自八百多年前的金国 其所雕刻的内容是一尊历史上独一份的坐龙造型 而这特别的坐龙造型 曾是金国天子架脸上的装饰 而他之所以会发出名叫 经过专家推断 是因为这尊铜坐龙 其原本的样貌 应该与多年后 在北京的金国遗址上挖掘出的铜坐兽形状疾似 这尊坐龙的口中 应该与北京的坐兽一样 有着一粒圆珠 他之所以声音怪异 可能正是因为圆珠的丢失 导致风吹过铜坐龙的口部 发出尖锐的鸣叫声 其原本的声音可能是悦耳动听的 不论如何 坐龙的发掘 为上京城遗址的考古挖掘 起到了重要的先决条件 并在1982年 帮助金上京遗址拿到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额 而对于上京城的正式考古挖掘 一直到2013年才正式进行 这一年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制定了 金上京遗址考古工作计划 这座沉睡在阿城近800多年的古城 终于被重新唤醒 而铜坐龙在被挖掘出来的半个多世纪后 直至今日一直都是孤品 仅由北京一座兼顾龙兽核型的 座兽铜像 与之有着铜源的因素 因此 铜坐龙 一直是黑龙江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时常被相关团队进行研究 也因此 为了铜坐龙原件来到黑龙江省博物馆的朋友 时常会跑空 但在金上京历史博物馆内 有一件一比一复原的铜坐龙雕像 馆内工作人员透露 有时铜坐龙原件也会被请回到金上京历史博物馆进行展览 所以能否见到原件就要看各位的运机了 金上京惠宁府遗址 目前可以用肉眼就能看到的遗址痕迹 分别有外城和内城的四周夯土遗迹 900年的历史沧桑过后 原本7座瓮城 如今只有内城的南侧一处瓮城 还留有明显的痕迹 内城与外城包含分界处的城门共9座 内外城共计89座马面 北京故宫城墙被被拆除时 共有98座马面 可见上京惠宁府的规模是何等的壮观 甚至可以比肩故宫 上京惠宁府遗址 外城南北长1823米 东西宽1553米 内城东西长2148米 南北宽1523米 包围全城的护城豪至今保存完好 在运行时期 金顾仍灌饮二十河水 入护城豪保围城时 2018年 考古队在内层遗址西侧内挖掘出一条长约560米的街道 经过证实发现此条街道为皇城内的中轴线 是皇城五门通往皇城内各个宫殿的主干道 2022年夏天 有里曾三探上京惠宁府遗址 当时在皇城遗址的西侧 还有考古队驻扎考古的围档 而目前对于上京惠宁府最详细的解谜 就是此次考古的成果 鉴于视频时长的关系 有里不在这条视频内做过多的赘述 欢迎大家在中国社会科学网搜索金上京遗址2022年考古收获文章 进行详细了解 经过目前被认定的第一代都城上京惠宁府 正式投入使用 直至被海灵王销毁 他在这个世界上仅仅存在了38年 金国第一任皇帝完颜阿古达逝世后 他的弟弟完颜无七买继位 才开始建造金国的第一任皇城 后续完颜阿古达之孙完颜亮 篡位造反杀害了金国第三任君主 完颜亮也就是海灵王继位后 着力伐宋 并在灭亡北宋后开始筹备将都城迁移至燕京的计划 魅了使留在祖地的女真人 不会利用上京惠宁府发展势力起兵造反 他便下令多次进行搬迁与拆除工作 一座规模宏大的皇城就此瓦解 后续在上京惠宁府几乎完全被摧毁后 完颜亮又下令让生活在惠宁府一带的女真百姓 将这里改造为农田 企图永远磨平这里的痕迹 而他的爷爷完颜阿古达的尸骨 早年间被金西宗搬迁至哈尔明松丰山后 在完颜亮的迁都行动中再次被迁徙 虽说根据记载完颜阿古达的尸骨 被葬在了北京房山 但在如今的考古报告里 并没有发现完颜阿古达的尸骨 所以这些情况可能只有他的好大孙海灵王自己知道了 既然完颜亮将惠宁府毁坏得如此彻底 那为何如今的金上京历史博馆内 依旧有着大量的上京城遗址挖掘出来的文物呢 答案是经过第五任皇帝完颜庸 他在上位后将已经快完全汉化的女真族 重新调动起来进行女真的文化复兴 为了调动女真族的文化自信 又在上京城遗址的原址上 大兴土木重新修建惠宁府 并恢复了惠宁府上京的名号 至于重修后修成了什么样 我们考古所得的收获是弯庸收山后的规模 还是只有少部分是重修后的 还是只有少部分是最早失踢的 如今还未有答案 毕竟这座金国都城命途实在多传 即便是在重修后 也在不远的将来 倒在了蒙古援军的铁笛之下 如果您来到阿成 并参观了上京惠宁府遗址 在离开这里之前 有理推荐您再去一下 皇城遗址西北侧不远处的宝圣寺 他的名字也已经流传了近千年 原本他也是随着上京惠宁府 一同兴建起来的寺庙 却也在同样的浩劫中被摧毁 如今的宝圣寺 虽然与其历史的原址上略有偏差 但相信您在这里 依旧能够得到来自千年以前的庇佑